您好 欢迎来到高爽天安文学前言报告 我是高爽 从这一讲开始 咱们进入新答案和新理解模块 这个模块包括了2021年度天安文学中的新发现 它们就像人类认知边界的先头部队 又像是即时战略游戏里的侦察兵 把我们的认知地图向外扩展了一步 作为这门课的第一讲 我要向你汇报一项天安文学领域的大事件 2021年6月 西班牙天文学家李维拉博士 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 这篇论文的发布可谓石破天惊 因为它颠覆了普通人过去 对于生命起源的认知 我们过去会认为 生命的起源要么就是在海洋 要么就是在陆地 总之就是在远古时代 地球上某一个地方出现的 但是李维拉博士的发现 却给了我们另一个答案 生命起源于太空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来跟你说一说 地球上的生命是怎么诞生的 一直是科学界的大课题 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人类从何而来 许多领域的科学家都对此做过研究 比如说达尔文的进化论 就从演化的角度解释了生命 是从简单的形态 一步一步走向复杂的 现代生命科学又告诉我们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 起源于最原始的单细胞生命 当然你可能还听过 著名的米勒试验 它通过模拟地球早期的原始环境 用闪电把无极物准变成了有极物 它还原的是生命起源的 化学进化过程 这三种研究 确实可以合理的解释 生命从无到有 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逻辑上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天文学家看来 这里有一个重大的缺环 那就是时间对不上 地球上的生命出现的太快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 地球生命诞生的背景 按照目前地质学的研究 地球刚诞生的时候 整个地球都是熔岩状态 空气中充满了致命的毒气 后来好不容易环境稳定了 又遭到了来自太空的陨石撞击 那什么时候环境才好起来的呢 大约是在38亿年前 而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地球上诞生了最原始的生命 也就是说条件刚一改善 地球上的生命立刻就形成了 几乎没有花费太多时间 这就没道理了 如果地球上的生命 从生产零件到组装出厂 都是自己完成的 而且可以这么快的话 那说明生命的诞生非常容易 那么照理说 我们隔壁的星球 应该住满了外星人才对 可是如果这个过程并不都是发生在地球 还可能发生在哪呢 天文学家想到了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组成生命的零部件来自太空 地球只是负责简单的组装 如果是这样的话 地球不用自己造原材料 生命的诞生就会快得多 当然这只是天文学家的一种猜想 长久以来并没有充分的证据 但是2021年6月 李维拉博士发表的那篇论文 改变了这一切 李维拉博士是怎么说的呢 他公布了一项新发现 他在太空找到了一座 加工生命原材料的工厂 这一发现 论证了前面天文学家 对于生命起源的猜想 组成生命所必须的基本零件 可能早就在太空里制造好了 而不是在地球上临时生产出来的 这个加工厂 就在银河系的中心附近 是一团寒冷的星云 在那里还没有形成恒星 所以不会发射出明显的可见光 但是当科学家们用射电望远镜 观测这片星云的时候 接收到了它的无线电信号 经过数据分析发现 这些无线电信号 与一种叫做乙醇暗的物质 发射的无线电辐射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 这片星云富含乙醇暗分子 用射电望远镜监测遥远的星云 分析一下无线电信号里面 能找到什么样的化学物质 其实这只是天文学家最常规的工作 以前也早就有人在太空中 发现过各种分子物质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让研究人员大吃一惊的是 这一次他们观测到的化学物质 非常特殊 刚才说了 这种物质是乙醇暗 乙醇暗在地球上有很多 由11个原子组成 它比之前在太空里 发现的那些分子复杂得多 产生乙醇暗的过程也很困难 而更重要的是 乙醇暗和生命紧密相关 它是构成细胞膜的基础材料 我们知道 地球上所有的生命 都由细胞组成 所有的细胞 都包裹着一层细胞膜 细胞膜的基本成分叫磷脂 这种物质有一个很好玩的特性 它长得有点像一根缩小版的豆芽 它的一头很亲近水 但另一头却很排斥水 所以当大量的磷脂分子 像一根一根的豆芽排列在一起 正反两面紧挨着时 就构成了一个薄膜 能裹住细胞 因为一头亲水 一头排斥水的特性 这样组成的细胞膜 就可以保护细胞内部的水分不挥发 再通过薄膜上的开孔 就可以控制水的进出 实现生命的新陈代谢功能 所以无论单细胞的细菌 还是复杂的人体 任何生命想要持续稳定的存在 就必须依靠这层磷脂分子组成的薄膜 而天文学家在星云中发现的乙醇岸 就是磷脂分子中亲水的那一头 换句话说 在银河系中心的星云里 发现了组成生命必不可少的细胞膜分子 可以说这个星云 就是一座生命零件的加工厂 那这座工厂 是怎么制造出乙醇岸这种零件的呢 靠的是尘埃和气体的撞击 一片冰冷明镜的星云 看起来似乎静止不变 但内部其实一直在进行着充分的活动 尘埃和气体相互吸引碰撞 再弹开 整个过程会持续几百万年 在尘埃和气体相互碰撞的时候 化学反应就发生了 原本简单的氧原子 碳原子 氮原子和最丰富的氢原子 经过碰撞 互相组合连接 形成了更大的分子 分子和分子再组合连接 形成更复杂的分子 乙虫岸就在这样的过程里诞生了 当然 整个过程进行的特别缓慢 化学元素之间 连成分子的概率也很小 但是 只要持续的时间足够长 总有成功连接成的分子保留下来 对宇宙来说 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整个星云可能已经存在了几千万年 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化学反应会充分发生 乙虫岸就在这样缓慢积累中 保存了下来 那么 太空中存在生命零件加工厂 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我们对生命的理解 往前进了一大步 研究人员相信 像这样的加工厂 在宇宙中普遍存在 2021年6月找到的加工厂 只是无数个生命零件加工厂中的一个 只要是一个足够大的星云 只要星云中包含足够多的气体和尘埃 这些物质相互撞击 都会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 制造出越来越复杂的分子 这并不完全是猜想 类似的发现在近几年 其实不止一个 比如2021年的2月 天文学家在另一个星云中发现了大量的氨基酸 这是合成蛋白质的生命零件 你看 从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 到组成细胞膜的乙醇岸 太空的化工厂里应有尽有 咱们自己的太阳系 在形成之前 也是一团星云 也包含着大量的尘埃和气体 不难想象 产生乙醇岸的过程 也会发生在形成太阳系的那片星云里 这些乙醇岸 会保存在陨石和小行星的表面 陨石和小行星掉到地球上 就会给地球送来乙醇岸 天文学家做了一个计算 在地球诞生之初 陨石一共会给地球 送来一万亿吨的乙醇岸 这个数量足够地球孕育出最早期的生命 这样地球诞生之后 根本不需要临时制成生命的零件 很可能只是拿现成的零件直接组装 另一个更重要的启发是 如果零件工厂到处都有 零件这么丰富 这就意味着组装成生命很容易 生命可能到处都有 地球没什么特殊之处 在宇宙里 甚至就在银河系里 在太阳系的附近 可能就存在着生命 这个意义可太大了 这还不算完 前面说过 乙醇岸就是磷子分子 亲近水的那一头 如果这种零件 在宇宙中的存储量足够丰富 我们就可以推论 由这些零件组装起来的生命 也会利用水离不开水 这说明 即使是在地球以外 水也可能是各种类型的宇宙生命 共同需要的物质 越来越多的太空生命零件的发现 似乎已经开辟了天文学的新领域 有学者 把星际生命零件工厂里发生的化学反应 叫暗黑化学 在没有阳光 冰冷的星云中 只靠尘埃和气体之间缓慢碰撞 就可以诞生丰富的物质材料 是不是神秘又有趣呢 你看 发现一种小小的分子 就能给天文学带来这么多的新启发 这就是天文学让我着迷的地方 我特别期待 未来还可以发现更多的生命零件工厂 或者发现奶色工厂里 生产了更复杂的零件 为人类揭开更多宇宙和生命的奥秘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我为你总结一下 第一 天文学家在星云中发现了一种分子 这种分子是组成细胞膜的重要零件 第二 太空里存在着大量的生命零件 地球上的生命 可能只需要用现有零件进行组装 第三 对于整个宇宙来说 生命诞生的过程可能特别简单 也特别常见 我们找到地外生命的可能性很大 而且这些生命可能都需要 当然 我们是来问的 好像是行为太空中的 现在我们就找不到 我们宝贝 来说 我们再来说 我们不误